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14日 已經是 星期六 早兩天我們也有 說這個 串問 TVB請林家棟回去 接替曾志偉 或是掌管創作部 希望挽救TVB 幫TVB做一個心肺復甦法 或是磁力共振 應該 其實應該是做這個急救先壓 TVB現在 股價又大跌 之前我們跟大家說過 升了十幾元 這些是快點走啦 肯定是千局來的 結果 我們不行嚴重 一年內也不夠 TVB股價又跌穿了三元 你想想 十幾元跟現在三元相差多遠 商台也一樣 《晴朗的一天》出發 主持人郭志仁 在網上爆料 說TVB會有人事變動 包括總經理爭執委休息 林家棟 跟何定軍回酬 做高層 另外 掌管亞視新聞部的傳媒人關委 會接替 無線新聞部等等 TVB 他就完全 出來否定郭志仁的說法 然後 就要強烈譴責 我聽到這個強烈譴責 以為這個外交部上身 現在是甚麼哈馬斯 用不懂強烈譴責 好笑 TVB 就說 對於郭志仁先生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情況之下 對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層狀況進行公開揣測和確定 感到匪夷所思和深感遺憾 就說沒有這樣的事 全部都是假的 郭志仁其實現在 現在做的角色就好像查小欣 一個八婆 一個男八婆 他就說 聽聞大台很快有變動 包括曾志偉會休息一下 聽聞他之前也有跟人說 做完廣正也想休息一下 也有傳林家棟會回來幫忙 也有99.9%肯定啦 說的話 邵氏會人主持大國 會分幾位總經理 其實 這些東西我們當作是八卦消息 但是無線 實際上這次是殺有介紹 無線 那種說法其實也挺好笑 匪夷所思和遺憾地說 身為一位資深傳媒人 你應堅守真實 客觀和公正的原則 然而郭先生卻選擇以不專業的方式散播尚未正式的謠言 對此 本台表達強烈的譴責 好像哈馬斯 還是以色列 並將嚴肅追究他的相關責任 有多嚴肅啊 你們這些娛樂新聞來的 TVB 是 的確是上市公司 問題是 你這家上市公司 都好像快要玩謝了 對於一個 類似 現在開始飾演一個八卦的角色 人們都說 藍版茶小欣 專講娛樂八卦的東西 當然也會有人出來譴責一下茶小欣 好像有的 現在問題就是 這件事 是不是關乎公眾利益呢 其實也有點習慣 因為你們上市公司 你們有責任啊 對於你們的小股東負責任啊 是不是 現在TVB 即使 這個林家棟回不回來呢 我們也分析過是救不回來的 不過 現在你們 齊早出來說 令到唯一小股東覺得有希望的東西 都還滅了 當時 傳出林家棟有機會回去搶救TVB的時候 TVB股價 一度跌穿了三元之後 反彈到上去三個一毛多 這個反彈幅度 是TVB 近年 近幾個月來最強力的反彈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覺得 有希望啦 雖然那個希望很渺茫 但是 好過沒有嘛 是不是 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一廂情願的 但是 你連那個小小的希望 你也令到人來玩滅 他們呈整了之後 昨天說星期五的收市價 TVB一開始 就在低位 然後 一直堆下來 沒有好過 一直跌穿 三元 其實我們也想說給大家聽 無線電視本身 是一個直揚行業 跟大家分析過了 這次不再說了 我們集中說曾志偉 跟林家棟的分別 林家棟 其實最近拍了很多部電影 不過他很縮散 那些氣氛 很陰沉 我希望 他做一些比較好一點 他做喜劇也挺好笑的 當然 他現在走的是一種成熟 男人到了這個年紀 難道還嬉皮笑臉嗎 李曾志偉快到70歲了 當掌援人 驗到頭鬼五眼六 當然 那個是帶來市民的 可能帶來歡樂 問題就是 李曾志偉 你也 我也不覺得你 有甚麼 原創 或是有甚麼創意 全部都是抄別人的 你所有東西都是盜版的 我一直都批評無線是一個盜版電視台 甚麼都抄別人的 尤其是 他最接待的就是抄亞視 一看到亞視成功就立即抄別人 亞視成功就立即抄別人 他就搞城市最激 他就搞城市最激 亞視 搞百萬富翁 他又搞了甚麼 沒得留下來 我都想不到他 總之他就搞了另一件事 搶別人的生意 但是讓他成功 每一次他都贏 就是因為他財大氣粗 而且有慣性收視 即是說 人家 開一間餘蛋 他在旁邊開一間餘蛋也是賣餘蛋的 結果他就把人家搞成倒閉 他就搶了人家的生意 人家做甚麼他就做甚麼 一直以來 他都成功 為甚麼 因為你有慣性收視 亞視鬥你不過 亞視有創意 我們說真的 亞視的確比無線多很多 以前 老蕭在做電視台的年代 的確是 因為 人家是用心去經營電視 而你們 是一間電視的工廠 每一間樓道流水作業 那你們也成功每ивают亦也得盛回他 你們的電視台就是個倒闆 其實是林家動會不會回來呢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我們也有prit有八卦的消息傳出 又如果是有可能 林家動現在不是很適合做喜劇 FEI 因為 當然可能他本身已經有點傻了 但是 你一定要有那麼長的演技才行 沒有演技是做不到的 當然 要整個電視台他未必能夠背得起 或者要他做一個高層總監 或者創作這些東西 他未必可以升任 單憑他的演技是很好的 曾志偉當然啦 曾志偉做了幾十年 我們真的從小看到大了 從以前的笑口組 然後就不准笑 然後就是羅漢果 你想想那幾個 那些角色 我們真的從小看到大了 曾志偉的確是一個聰明人 問題是 你搞不定一間 這個傳媒 這個電視台沒得搞的 死定了 現在問題是甚麼呢 最好是一句說話 曾志偉出來說 那些謠言 創意比掌門人更好 你說得沒錯 外面的創意全部比你們好 只要隨便 在外面亂槍掃射 掃射幾個人 他們的創意也比你們好 那麼你們 怎麼有生存空間呢 我想問一下 很多年前 那時候阿Lag請了一大班KOL上去 當然那些KOL就是很流的 你看回 我們 我們就算做事事也是 我們來看比較以前的網台 以前的KOL 其實真的很流 沒有急財 臨場不行 沒有墨水 很多東西 完全沒有反應 也不行 你對著 那個大鏡頭 對著美光燈禁 幾十年 阿Lag 當然確定了 大家想想 有時對人 演講 或者對著一大群人說話 其實 如果從未試過的話 你會很害怕 有時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 他請了一大群網紅 但是網紅對著那個人在一部手機 或者 對著一部自己的攝錄機 他們拍出來會 覺得很好 或者效果不錯 原因是 第一 展覽 她們一段影片�ef 可能無論是很久 我們不一樣 我們當節目 每天做這麼多節 當然要看 要消化 但是 大部份的我都想告訴大家 我都一剔過 原因是 所有東西都在腦裏 我們只是把 根據我們的 節目的內容人家給我們看 但是他們不同 很多當時 出名了那些 KOL那些網紅 實際上 他們是經過很多過剪接的 你現場的反應 即時 第一 失場 無法回答 第二 就會緊張 但是這些事情都是一兩次 你訓練得多的時候 你就熟悉了 當時很聰明欺騙人家 老實說 你說是辯論 你懂甚麼辯論 你懂甚麼辯論 他不教別人說 我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 你甚麼辯論都說了 你當你說甚麼 我不知道 這樣就不用辯論 你是你媽媽生的嗎 有甚麼證據?你是你媽媽生的嗎 你有沒有看著? 是誰告訴你 你是你媽媽生的嗎 當你說到這的話 你也不能爭論下去 我們再來說是曾志偉 曾志偉現在 這個年紀 差不多一年七十五歲 他已經 住不動了 現在只是說是賣東西 被人家住不動了 下面的伙計幫他撞倒一些東西 照稿讀 因為腦住不了的 有時候沒有辦法 人們一年紀退化了 我也明白 但是 現在無線主要就是一群腦住不動的人去搞 實際上是沒得搞的 原因是你們那種模式 是注定是死路一條 你跟網台 跟網上的資訊是沒得廢的 我們看到網上的資訊太多了 多到你都不知道 看哪一件事好 所以 無線最大的擺筆 你的客人其實不是跟電視台 你是跟整個網絡 你的競爭對手就是網絡 你輸給網絡 其實我覺得是無話可輸的 正如安達菲林 他輸給數碼相機是一定的 你不可能能打贏數碼相機 而且現在越來越先進 如果他們 繼續跟他頑抗的話 只有 輸掉你的老闆 現在無線就是這樣 所有的本錢都輸了 現在只剩下3元 很快跌到2元 因為你陰乾 沒用 你看不到前景 當時一上了10多元 我說你炒作 趕快吧 你作為小股東 你快點放吧 要不然血本無貴 到現在 果然血本無貴 只剩下3元 買來把人 買也沒用了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